看奧運會,除了留意誰拿到金牌之外 留意英俊、英俊的運動員到時常識吧 韓國女子十米棲手槍銀牌得主金藝志 就得到不少網民的注意了 除了槍法準之外,她還有個甜美的靚樣 她的比賽畫面在網上廣泛流傳 亦被封為女版John Wick 連超級富豪馬斯克都覺得她有演戲的條件 網民紛紛力撐她成為演員 認為她非常適合主演槍戰動作片 例如好像22世紀殺人網絡的女主角那種角色 張家朗在芭蕾奧運會花劍個人賽賽奪奪金 她以前曾經跟香港單車隊前代表馬詠如拍拖約三年 不過東京奧運之後,張家朗曾經表示目前單身 原來她現在已經有女友了 是一位法國劍手,近日張家朗奪金之後 她首先轉發的只是女友的限時動態 女友其中一個鐵文更稱讚張家朗 是傳奇家朗 原來這次奧運女方也有同行 本身是法籍運動員的她 放了一張奧運工作證的照片 見工作證上面寫著她的崗位是個人教練 支援人員 這次女友低調放閃 但其實兩個人的戀情算是半公開 張家朗過往也曾跟她合照過 兩人是童年出生 翻查女方社交平台 她本身是讀醫學的 網友都認為兩個人好搶 祝福他們 隨著江文慧和張家朗 在巴黎奧運勇奪劍擊項目的金牌 令到很多香港人都對這一項運動產生興趣 張家朗在比賽時帶著一條四葉草的首鏈 也勾起了八九十後香港人對TVB偶像劇 當四葉草碰上劍詹時的回憶 早在21年前 TVB已經用花劍做主題拍攝偶像劇 真是走得很淺 四葉草當年是由一班新星擔正 像現在時侯唐詩詠 姚子玲 麗諾爾 傅加利等 今時今日都是演藝圈獨當一面 不過是一班演員一面 過得最好的可能是黃遠佩 雖然她已經擔出娛樂圈 但她加入鴻門之後 卻在三千呎的億元獨立屋 還榮升上市公司主席 當時青春又美女的她 是不少男生夢寐以求的女神 不過很難得的是 她現在年過四十都仍是很美 剛剛由大馬完成新劇宣傳回香港的石修 今天下午出席活動 穿著西裝外套的石修網絡 完全不至76歲 被問到動靈心得 石修就說 有時我們工作 大家都知道 24小時不停工作 如果你沒有一個好的身體 好一個狀態 亦都不能夠遲遲這麼久 所以我覺得運動是需要 急步行 急步行很有幫助 我已經很習慣 每一天都有一個小時 一定有一個小時 不少一個小時的運動 除了急步行 還做一些比較柔軟的運動 筋骨比較鬆 令到心臟強壯 還有就是年紀大些 肌肉收縮的速度會快些 你有運動可以減慢些 提到睡半酸女時 石修立即笑得非常甜 就算運動量很大 因為我的孫子剛剛睡半 他懂得走 他掌握得到 他越走就越快 很容易產生危險性 所以你不能跟著他貼 你有時一閃了眼 一出口之外就不好 現在他來到我家 是我當值那天 我那天付出的體能 付出的體力 比平時做運動還要多 他講爺爺 我整個人什麼都可以 他對著我太太 媽媽 我太太就整個人都倒閉了 幾樣東西 爺爺媽媽媽媽媽 現在就講這幾樣東西 提提大家 香港01號食玩飛頻道 有很多深圳酒店住宿介紹 最重要是有Trip.com的獨家優惠碼 無論是訂深圳 還是日本酒店 都可以省成5% 連結放在資訊欄 精打細算的你 不要錯過了 最近有網民在內地 偶遇袁偉豪和張寶儀兩夫妻 網民分享了相片 留言寫說 遇到TVB演員 知不知道是誰 劉主就說明 不知道袁偉豪和張寶儀是誰 只知道他們是明星 因為見到街上 也有不少人和他們集遊 有網民留言 大讚張寶儀真的很漂亮 身材很fit 生完BB都不久 就已經恢復得這麼好 至於袁偉豪的狀態 就繼續被指衰老 有網民還笑話 她老公就沒有恢復得這麼好 那BB好像是袁偉豪山 我們較早前就報道過 鍾Sir 鍾志光 由上個星期五晚開始 就日以繼夜地主持奧運節目 奧運六星之一的黃庭峰 出席一個商場的打氣活動 他在受訪的時候就說 自己非常欣賞鍾水 嘩 其實我是很欣賞她的 我由第一屆做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她是一個 首先她是一個體育字典 她是一個人育的體育字典 另外就是其實 因為其實我們做奧運的時候 有很多職場的事情 譬如可能在巴黎那邊 有些訪問我們要立即跟她聊天 總常基本上是 她處理了所有這些事情 是很輕鬆 另外她面對到一件事 就是真的時間比較少 她睡覺 因為她基本上每一間都有她 可能譬如在下午 一直做到凌晨 但她是沒有D-Walk 還有她是可以有這個能力 去捏迫我們整個團隊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是很欣賞她 你說有沒有Break呢 其實中間有時候 可能喝水 去洗手間 可能吃其他東西都要的 因為這個是 如果我們不吃東西 基本上我們不可以捱到五點幾六點 但是她每一次都很快就回來 那這個 這個專業精神 我覺得是值得學習 我自己 今年42歲的陳志堯 Yoyo 近年雖然經常和王浩信傳分辨 但她仍然努力地發展個人事業 而且做得越來越出色 最近她正在忙著在佛山拍攝新劇 《刑徵十二》 有不少粉絲都先後在當地偶遇她 有網民分享了在佛山偶遇陳志堯的動圖和照片 還讚Yoyo真人真是好美 照片中可以看到陳志堯化了淡妝 穿著白色的衣服和橫色的外套和長褲 有不少粉絲都有上前和她入招集遊 她都一一答應 還合十多謝兼狂派心心相當親民友善 一眾的網民都留言讚她好美女 甚至比年輕的時候更迷人 現在多了一份女人味散發人妻的魅力 又有網民吐槽她老公王浩信不懂珍惜 最近有傳嚴明熙和無線的合約即將到期 還說不會再續約 但她似乎沒有受到有關傳聞影響心情 還趁著近日暑假回到山尾家鄉探親 她還將照片放到社交網上分享 其中一張照片是 顏明熙和她十歲妹妹的合照 兩姐妹還放了一樣的姿勢 從照片中可以見到 她們的五官輪廓長得好似 就連髮型都一模一樣 兩個人真的好似媽公仔 顏明熙的妹妹已經由以前的小妹妹 長大成為山花陣陣少女味的美少女 太好了 如果不是我還有一件事 就請看變得非常感謝 隨便吃這個說法 對新年齡的生命 我都尋找到一些白雙的日後 大家都應該想說 還有小小人 不開心 她們做出生命 好 她們的一個雜密